而在新竹市的选情也是相当受到关注 尤其是双红争霸战况激烈 民众党推派出来的候选人高宏安 开票后一路领先民进党的沈慧弘 以及国务党籍的林根仁 而且差距还越拉越大 高宏安也上台宣布当选 终结民进党在新竹连续8年的执政 高宏安不但是新竹市第一位女市长 也打破最年轻新竹市长的记录 他表示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胜利 而是所有的新竹市民胜利 更是民主的胜利 市长选战打了四个月 民众党立委高宏安以超过两万票之差 赢过民进党候选人沈慧弘 26号晚间自行宣布当选 脸上的喜悦藏不住 在大家的支持之下 高宏安顺利当选新竹市长了 这不是高宏安一个人的胜利 这是所有全体新竹市民朋友的胜利 笑纳选战胜利 高宏安以38岁的年纪成为本届最年轻的 县市首长当选人 同时刷新在2014年林志杰以39岁的当选记录 这次高宏安拿下超过9万票 占了新竹市总得票数约45%左右 除了感谢幕僚人员帮忙 更感谢的是前老板郭台铭 我不是很清楚说郭董所谈的 邪不胜政他所想要表达的意思 但是我相信在这样子一个民主选举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真的是属于招摇抹黑的部分 那我相信市民朋友也会用他们的判断和睿智 来进行他们最后的一个选择 胜选之后高宏安也已经着手规划内阁人选 不管是北市府的人才 或者是我们在地方上 目前已经有在寻觅的一些人才 都会是我的考量名单内 但是我们绝对不会向外界所传言的 会把所谓的什么北市府 或者是民众党的整个搬过来 这个是绝对不实的谣言 20229和一大选 新竹市一共有六名候选人角逐 其中以国民党林根仁 民进党沈慧宏 民众党高宏安 蓝绿白候选人呼声最高 形成三强鼎力局面 我要恭喜高宏安市长 45万人的城市还要一起享受着 同样的阳光 空气 水 选举过后的日子依然一样 我想这一次的选举 林根仁没有办法符合大家的期待 我们不要去的 我们还是要为这个城市继续打拼 我们要让新竹人过好日子继续努力 经过一番激战 高宏安终于顺利当选 未来四年能把新竹市打造成什么样貌 大家都等着看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